非常熱而且聲音線上現在還有這個報導說聲音線上不要以為幾個月說夏天過了就沒有不是的聲音線上可能會持續幾年 所以如果這個溫度一直這麼高那這個電動車又是接下來的趨勢的話這個電動車在高溫底下你應該要怎麼樣注意他的安全 這是人人必備常識你也不要覺得說你家沒有電動車不關你的事你很可能停在電動車旁邊那也有你的事 所以真的要特別的注意一下這個問題好那麼繼續我們要趕緊帶你來關心的我們來看看這是川普先生又講話了那當然他這回講到話直接提到臺灣而且很不友善大家就很好奇了奇怪川普不是一向都是反中挺臺嗎難道以前我有誤會嗎為什麼川普先生現在講這樣的話呢我們是真心換絕情了嗎大家這麼樣的覺得對美國友好好我們來看這是川普接受了美國媒體的訪問他這樣講 他說這個臺灣搶走了很多美國半導體的工作然後他說早就應該對臺灣課關稅而且早就應該要建立貿易壁壘然後這主持人就覺得你有沒有講錯然後還再問他一次然後他說如果我當選總統的話我才不要保衛臺灣了這個話從這個川普總統嘴巴裡講出來然後大家就很詫異我們真心換絕情了嗎 我們的一片這個真心錯付了嗎川普先生為什麼現在會講這樣的話呢那現在他也要競選總統萬一未來他真的又當總統的話他現在講的話他會實現嗎他會對臺灣課關稅嗎他會不要保衛臺灣嗎到底為什麼他講這番話呢我們來問嘉隆老師你的看法好現在我們先講一個人家問他的是臺灣的安全問題他在回答半導體人家問的是軍事問題 他講的是產業問題顧左右而言他閃避然後最後他只講他漏了口風他想他要提高美國的談判地位所以他講這個話首先他是談判語言基本立場是這樣在地緣政治上美國需要臺灣在半導體產業上美國有求於臺灣那美國怎麼辦直接對臺灣下跪嗎所以他不想那麼被動所以他在想辦法掙扎左右突左衝右突 他不能在臺灣的問題上好像視落他這個話也是選舉語言的原因是因為他現在身份是總統候選人然後這個美國選民最希望聽到的語言之一就是就約機會是那因為川普爭取的選票是中下層你看美國這個總統大選的選票分布你就知道全球化的受害者內陸地區是川普的然後全球化的受益者那些專業人士金融家工程師們在美國 美國的東岸西岸那這是民主黨的就拜登的對所以之前就西拉蕾嘛那所以川普要繼續為中下層講話為全球化的受害者講話要把就業機會從外面搬回美國所以他當年他上任的時候二零一七年七月他在白宮接見了郭台銘的時候召開一個記者會那個場面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你要知道白宮東鄉是美國總統跟來訪的國際 國家元首是聯合記者會的場地然後那個場地的話通常就是一個美國總統一個外國元首就這樣而已你知道郭台銘那一場的話不但有川普美國總統在喔親密的用叫他TerryTerry的然後上面還有副總統就是參議院的議長還有眾議院的議長還有那個衛斯康辛州的州長對不對還有其他的共和黨的那個領袖多數黨少數黨領袖全部站台很像我們的選舉的時候那個站台全部出現然後財政部長 商務部長這兩個相關的部會居然沒有位置坐坐在底下第一排你去看當時的鏡頭所以其他國家元首來也沒有這種規格沒有啊就是一個美國總統一個外國元首就這樣兩個人而已你看那個郭台銘那個記者會的話在美國空無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空前絕後來你現在看美國給郭台銘那麼大面子為什麼因為郭台銘說他要在美國投資一百億美元結果後來也沒做所以他現在對臺灣有點生氣他講這個話把焦點從軍事上的協謊不協謊 轉到就業問題是所以這個一方面是談判語言再來是選舉語言對不對然後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他也是恐嚇的語言在整個訪問裡面我發現他最先罵的是誰他最先講的硬話是誰是習近平他說習近平是個壞蛋他準備把美國的東西都拿走他把他把everything從美國這邊拿走當然包括領導地位霸權這些所以他先罵了習近平習近平很難聽因為美國人說你要把我的東西都拿走包括我的房子要拿走 我的存款要拿走所以他他先講壞話講在習近平這個恐嚇的語言是要打造個人風格就是川普這個人不好惹所以他無所不罵通常大家會覺得你如果質疑了中國當然就會聽臺灣有道理的罵他也不是亂罵亂罵沒有效果他也是有根據的罵因為講這個半導體產業臺灣是number one他其實在間接幫臺灣做宣傳然後他要臺灣這個就業機會能夠移回美國那美國選民聽得當然對我們準備為 臺灣開戰犧牲留學臺灣為我們製造就業機會ok嘛對不對這個對美國人來聽你要想他這個選舉語言是講給美國人聽拜登的時候在日本回答那個同樣的問題拜登不是很清楚的說yes美國要協防臺灣嗎那是講給日本人聽的為什麼因為美日安保條約美國承諾日本安全包括臺海在內所以他現在是講給美國人聽的不是講給日本人聽的所以他講那個他展現所以川普這樣說我們不要聽不是我們要另一種方式來聽 他現在在展現個人的強硬作風告訴別人川普不好惹結果中共或者習近平聽了以後白桿交集告訴你這個人夠硬中共不太不太開心高興可是他罵他好像在罵臺灣可以高興一下下中共現在白桿交集這個人到底要跟他硬的還是軟的大問號所以很可能中共在那邊思考的時候他要嘛就延後甚至於放棄對臺灣的軍事冒險 川普一直強調一件事情他建立個人風格是要嚇阻對手於先我不好惹你給我小心一點他同時對中國跟對臺灣都發信號你們要懂得配合我那這樣的結果他一直強調一句話他說很多事情根本不會發生他在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意思就是說中共打臺灣這個事情不會發生他為什麼不會發生因為他認為他的個人作風緩用他說烏克蘭這個戰爭他如果當總統的話不會發生是他在暗指拜登不行拜登軟弱 讓別人有機可蹭所以他一方面講談判的語言拉高美國的談判地位不要落據被動不要被關鍵小國臺灣牽著鼻子走二方面他是選舉語言強調要製造就業機會哪怕是臺灣我們的好朋友好兄弟我們也要讓他來幫美國人製造就業機會那臺灣小心一點你要懂得配合美國選外之音是選外之音是這個嘛然後最後的話他來展現他個人風格你看我很強硬很多談判對手看到我這樣的話根本就嚇得發抖自己收斂了自己收斂了 不會惹事不敢在我面前惹事我首先把事情消滅於無形如果真的有事的話大家走著瞧對不對他這個強硬風格就來了所以他有一點瘋狂有點不安排理出牌反而可以幫他這個辦好一些事情所以呢我們看到這個江老師這個解讀這個川普的語言當然呢這個大家聽了之後他這樣講臺灣你就心裡覺得這個人我以為你是我的朋友結果沒有想到原來你是這樣想我的那其實呢這樣是分析說其實他可能是因為他現在在選舉 所以這些是選舉我補充一句我補充一句川普其實他的策略是要製造業供應鏈從中國撤出來要脫鉤請問操盤手是誰台商所以川普當選還沒有就任之前先跟蔡英文通電話所以其實他的經濟戰略裡面是需要臺灣的可是他不能直接跟臺灣下跪啊所以他講一點硬話拉高號稱他要他自己最洩漏口風要拉高臺灣談判籌碼嘛對不對好啦那這個看看這個川普 川普接下來的選舉他的選舉語言都講成這樣了把朋友都拿出來賣了把朋友拿出來利用了怎麼這樣子